就是說打一劑 打兩劑 打三劑 那還是得到Omicron的確診的人數 那重症有多少 那有多少死亡 我想這個 這一張表格讓部長帶回去 因為恐怕你現在也沒辦法回答我 那我想也許回去需要去統計一下 因為再講一遍 防疫是科學 因為我們的防疫已經走了這樣子兩三年的時間了 我相信我們的崩位 我們的崩位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數據出現了 對 跟委員報告 大概打兩劑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我們就打最後的那個 用那個來算 如果打兩劑 打滿兩劑 用最後一個品牌來算 那突破性感染的 那AZ跟BNT都是11.9 AZ跟BNT 11.9 那莫德納是7.7 莫德納是7.7 那高端是7.0 高端是7.0 就是打滿兩劑的情況之下 最後一劑 然後打第三劑 最後一劑的不同廠牌的突破性感染 那AZ算起來也是11多 但是我們不把它列入統計 因為那個他打第三劑AZ人太少 只有2.9萬 只有2萬9 只有2萬9的民眾打了AZ第三劑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不建議了 我們那時候就是BNT跟蛋白疫之疫苗 那所以在這個第三劑的突破性的感染裡面 大概就是BNT大概是7.5 那那個莫德納是6.5 那高端是2.6 那高端的母數比較小 它只有49萬 有統計上的意義嗎 我想這個應該還是有崩位的專家在 19萬有 我們還是要來科學看待它 對 他沒有辦法完全用這樣的數字來解釋品牌的差異性 因為跟打的人出入跟生活習慣年齡都各有不同 不過是可以做參考 那至於在重症的裡面 大概有打 就是說那個比例是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打過的疫苗是非常的低 但是我們還希望就無論怎麼樣 大家都能夠盡快來打 國外的資料 因為我們那個重症那種比例的資料 其實是母數是誰 三四千人是誰 我們打疫苗不是說你就不會得嗎 因為我們打疫苗是預防你變重症或是死亡 所以理論上你既然打了疫苗 應該它發生的機率就應該要非常低 如果還是有很多的重症跟死亡 那這個疫苗表示說它可能就是效果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們現在到中重症的數目很小 很小 所以裡面你很難那個統計意義就相對的低 OK 那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資料嗎 可以 國外的資料就很清楚 打的也有死亡的大概都差了 三劑以上的對高齡者都差了十倍到三十倍 各種的報告都有 那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陳部長 陳部長 好 委員好 部長早 那個聽邱委員跟你的對話好像在做交接 那個 不曉得 部長是不是 因為 推一下實事體 你最近這一兩天在講到境外的解禁 就是說現在的局檢要從十天 降為七天 降為五天 那降為三天 那看起來是你是打算要解封了 那不曉得這個時程是定在七月嗎 那剛剛看起來邱委員是在跟你做交接 是準備要來接你 你要去選舉了 然後他要來接你部長的位置嗎 剛剛是一切好像在交接的過程 沒有 剛才跟那個邱委員是在做專業的對話 然後也是 衛福部一向都非常的專業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本著科學的專業 然後來公開透明 那這個是每次我在跟部長做質詢的時候 我每次的第一張時代的 因為我覺得衛福部相對就是一個很專業 而且需要溝通的一個部會 那所以科學跟溝通 我想是這個部會應該要去注意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疫情 部長從這樣子一個七天的移動平均線來看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疫情 好像還沒有趨緩 他還在爬升 那不知道部長有沒有覺得 什麼時候他會達到一個爬拓 就是他達到一個高峰 那他什麼時候會開始緩慢的下降 你有沒有 你們那個專業的人員有沒有去做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預測 蠻多的一個模型 但我們知道現在還在 在往上爬 那你預計這樣子一個往上爬的高峰要多久 爬到最高的頂點 我們大概希望就是說一個月到兩個月吧 一個月到兩個月 所以恐怕到四月到五月 他還會持續的爬 所以現在已經是本土 昨天是已經是五百多例了 境外一百多例 這樣子一天六七百例 恐怕會一直往上面爬 對 對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資訊恐怕要先讓民眾去了解 要及早去做因應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防疫的路徑事實上 還是要先說清楚 因為四月一號那個薛赤源市長表示說 有人提議要打第四季 但是市長覺得說 憂心要加強第三季 因為目前第三季的施打率大概只有50% 那所以不曉得這個施打第四季的標準是什麼 大概各國在施打第四季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說 當這第三季打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的保護效力 是不是就隨著時間來遞減 所以希望能夠再打第二季的追加劑 希望把這降下來再往上補 那每一個國家的策略 約略有不同 但基本上大概還很少國家補遍打第四季 那我國的策略 現在打第三季跟第四季的間隔 對我們只能就是說 一個是我們專家的建議國外的資料 但現在看到譬如說 國家大概都四到六個月不等 四到六個月 那第二個就是 比較少有就是全面去施打 一方面針對年齡 那大概看起來大概從60歲到80歲 叫年齡以上的來施打 各個國家都有 那第三個也針對一些高風險 那免疫力恐怕容易 比較不全的人 那來做施打 所以對於高風險的人 來施打第四季 那間隔四到六個月 是現在很多國家採用的政策 OK好 這是第四季的一個標準 好 那再來我們要看一下 在打第四季之前 我們先來檢討一下這個 第一季到第三季 我們現在的疫苗應該 不知道今年的公務預算 應該是全部都買得到疫苗嗎 我記得我上禮拜有問過 總共編了120億 要來買這樣的一個疫苗 我想今年的疫苗數量 應該是都買得到 那貨會不會準時到 今年的貨應該會比較協系之下 那應該是會穩定的 應該會穩定的 因為疫情也發展了兩三年了 我相信這個疫苗也相對的成熟 應該不管我們訂貨或是貨 應該要能夠準時到了 再來就是說 在這個青少年的部分 不曉得現在就是說 因為這個到底是BNT 只有BNT可以打 還是說那個其他的廠牌也可以來打 或者是青少年事實上 有沒有說一定要打 就12歲到17歲的這個年齡層 部長你們對這樣的一個政策 就是青少年17歲以下到12歲 你們到底現在的政策到底是 要不要打疫苗 政策當然是我們第一劑第二劑都要打 第一劑跟第二劑都要打 對第一劑跟第二劑都要打 那有指限你其他的 那一開始大概全部都打BNT 因為一開始只有他在這樣的年齡層 是 有這樣的以為 那接下來在應該是這個月吧 我們對莫達娜也可以來做一二劑來施打 不過大部分 莫達娜也有做到這個12歲到17歲的研究了 他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嗎 那我們過了 那所以讓他就可以來施打 不過大部分的人都已經 我們大概88%到打第一劑 那80.2打第二劑 那些幾乎都是打BNT 都是打BNT 那現在是可以說莫達娜也可以打 要需要的量恐怕就很少了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 這樣一個質詢的揭露 那因為這幾天 部長也有自己回答說 本土有超過50個人打滿3劑 但是仍然是確診 所以我想要做一張表格 不曉得衛福部可不可以幫我填 這樣子的一個停控題 就是說打1劑打2劑打3劑 那還是得到Omicron的確診的人數 那重症有多少 那有多少死亡 我想這個這一張表格讓部長帶回去 因為恐怕你現在也沒辦法回答我 那我想也許回去需要去統計一下 因為再講一遍 防疫是科學 因為我們的防疫已經走了 這樣子兩三年的時間了 我相信我們的崩位 我們的崩位應該要有 這樣子一個數據出現了 對 跟委員報告 大概打2劑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我們就打最後的那個 用那個來算 如果打2劑 打滿2劑 打滿2劑 用最後一個品牌來算 那突破性感染的 那AZ跟BNT都是11.9 AZ跟BNT11.9 那莫德納是7.7 莫德納是7.7 那高端是7.0 高端是7.0 就是打滿2劑的情況之下 最後一劑 然後打第三劑 最後一劑的不同 廠牌的突破性感染 那AZ算起來也是11多 但是我們不把它列入統計 因為那個他打第三劑 AZ人太少 只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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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民眾打了AZ第三劑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不建議了 我們那時候就是BNT跟蛋白疫 是疫苗 那所以在這個第三劑的突破性的感染裡面 大概就是BNT大概是7.5 那那個莫德納是6.5 那高端是2.6 那高端的母數比較小 他只有49萬 OK 有統計上的意義嗎 我想這個應該還是有崩位的專家在 49萬有 我們還是要來科學看待他 他沒有辦法完全用這樣的數字來解釋品牌的差異性 因為跟打的人他出入跟生活習慣年齡都各有不同 不過是可以做參考 那至於在重症的裡面 大概有打 就是說那個比例是非常的低 所以打過的疫苗是非常的低 但是我們還希望就無論怎麼樣 大家都能夠盡快來打 國外的資料 因為我們那個重症那種比例的資料 其實是母數最小 三四千人行為誰 我們打疫苗不是說你就不會得 因為我們打疫苗是預防你變重症或是死亡 所以理論上你既然打了疫苗 應該它發生的機率就應該要非常低 如果還是有很多的重症跟死亡 那這個疫苗表示說它可能就是效果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們現在叫中中症 中中症的那數目很小 很小 所以裡面你很難那個統計意義就相對的低 OK 那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資料嗎 可以 國外的資料就很清楚 就是打的也有 那死亡的大概都差了 三劑以上的對高齡者都差了十倍到三十倍 各種的報告都有 那差別是很大很大的 OK 好 謝謝部長我希望這個任何的資料一個星期內可以送到本期的辦公室 那接下來花一點時間跟部長討論一下疫情的下半場 疫情的下半場如果剛剛我一開始講了 那部長顯然現在是邊境要從10天開範圍7天5天3天然後開始要解禁 那解禁之後是不是疫情的下半場我們要開始跟病毒共存 那病毒共存的時候是不是要讓它變成流感化 那你也知道就是說流感我們通常就是請病人休息加課流感5天嘛 那現在的新冠肺炎我想請一下請教部長 這個口服藥目前啦 大概我上次有一次跟部長討論過那個invi meeting這樣一個藥 因為它非常便宜 那部長都說你的專家告訴你沒效 那但是還是有很多的multiport center有在做這樣的study 好 我們這個藥不討論之外 我想輝瑞跟那個莫沙東這兩個廠牌的藥物 這個這個英文字當然很難唸 什麼parovine跟那個nornaprevia 我不曉得你們怎麼唸 對Tornaprevia 那這樣子的藥物不曉得你們的政策是什麼 要進多少 因為口服藥的儲備量 據我所知道在柳板的話是總人口的15% 當然不可能 沒有人準備 柳板的 柳板的儲備量大概是總人口的15% 那相對的如果我們要進入到疫情的下半場 開始跟病毒共存跟開始做口服藥 第一個是它的適應症 是重症在開始吃還是有症狀去掛急診就可以吃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可以吃 再來呢看起來都說療程是5天 但是它事實上輝瑞跟莫沙東 它兩個的機轉是不大一樣的齁 兩個機轉不大一樣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indication 什麼樣的timing時間點要吃 那劑量是要怎麼吃 看起來是療程 我看新聞報導都說5天 不曉得這個正不正確 好 部長 第一個在柳流感裡面 根據我們在流感期幾年的經驗下來 使用量大概柳流感一年都用50萬到80萬 50萬到80萬柳 柳嘛 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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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療程嘛 對 50到80萬 那一個療程就乘以5天嘛 對 你看 柳數 柳數 然後呢在去年 在今年去年 去年我們用不到2千 去年用不到2千 因為流感就突然 大家都不敢去醫院了 因為會被診斷了新冠肺炎 流感整個就往下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資料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流行 這是一個公衛流行病水上面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對 因為大家口罩有戴好 個人的衛生器問我上提 所以大家口罩有戴好 那差異很大 是 不到剩下2千 人刺還是科 人刺 人刺 然後這個藥物我們到底怎麼去思考 當然也是要估算疫情規模 最後我們還是採用國外的經驗 英國買了將近7%的人口數 7%的人口數 那所以你預計要買多少%的人口數 3% 目前你要預計3% 夠不夠 美國買了快要4%啦 那日本買了2.84% 然後韓國買了1.94% 所以我國民準備要儲備量是人口的3% 對 我們就抓3% 那目前達標了嗎 我們現在都已經那個合約已經簽了 合約已經簽了 陸陸續續什麼時候會到貨 我們希望在第二季 在第二季 四五六月 三十五萬劑 就下個月應該會到了 對 陸陸續續就會到了 陸陸續續 三十五萬劑就要到了 好 這個對我們藥物的儲備是非常好 好 那輝瑞跟默克現在 輝瑞是主流藥物 默克現在被建議成說 沒有其他藥物使用的時候 才用 所以你的優先選擇是輝瑞 對 大概默克 請問一下一顆多少錢 主席已經站在那裡了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七顆多少錢 七八百 沒有啦一人分 一人分五天 要花多少錢 七八百元 七八百元 七八百元是代表還是美金 美金 美金喔 七八百元的美金 好 這客流感差不多 然後客流感是 客流感沒那麼多 客流感是代表 客流感是代表 新冠肺炎的口腰是美金喔 好 好 時間的關係謝謝部長 好 抱歉出席 謝謝